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能會去不同的一些廠室或者一些平台 然後之後可能會去一些餐廳或者一些點上的平台 或者去做一些特洋網 對 所以有很多 其實在我看來它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全球化合作的這樣一個方向 然後裡面其實設計的這個世界各國的作為鏈 作為商還有我們不同行業 不同產業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等等的配合 所以這裡面其實是非常的複雜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有哪些挑戰呢 對面對的這些事情 有很多條件 因為包括在比如說在南美中巴西和兒童晴 特別是最近兒童晴的這個 親後不是很好 他們都變好 對就是比較乾燥 所以他們就是去年還有親近年 他們的這個商場都變少了 所以這個就是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然後還有一些美國的中文這個 這個大陸 就是美國的商場之類的 對中國市場來看的大豆 所以這個對抗的影響 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強項 所以豬都沒有吃的了 所以就是去吃法西的大豆 或者俄羅斯、非洲的這個大豆 也就是說實際上它目前還是有期待的產品 但是如果有沒有有一天 可能就是說養豬這個食品 它的飼料也有很大的變化 可能從感吃大豆到吃別的農產品 但是這個又改變了這個 整個生產鏈裡面的一些格局 就是很多就是這個多年相關的 相關者他們都在討論這些問題 有什麼比較好的替代 比如說一些當地的一些材料 比如說在生氣當中很多工作 他們可以把那個就是 定國的就是 定國的一些東西可以給你 去吃 對 去來的時候 對 之前就是 去都是 就是比較小模式的技巧 特別是在就是家庭的 就是後面可能會有的技術區 然後他們都會吃就是 吃吃飯之後的一些東西 對 以前都是家庭小作坊 養豬 現在都是產業化的 那麼未來呢 怎麼打未來養豬 就是沒說 他們 他們需要 就是特別是 去學習一些 特別是補救 和其他國家的這個模式 怎麼去提高這個生產的效率 就是 那是 這個很重要 然後特別是 因為是在 中國這個 劇場 他們都吃了很多大豆豆火 但是 他們 就聽一些行業的專家說 就是 他們不需要吃很多大豆豆火 其實那就是因為人未來呢 在可持續發展性的方向上 還需要非常多的創新 謝謝